做法的地方标准 为何地方特色美食要纷纷出台制作标准 出台标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人们注意到2016年广西柳州出台了强制性的螺丝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2018年柳州螺丝粉获批地理标志商标 2021年2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柳州螺丝粉团体标准出台 客观上推动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020年代庄柳州螺丝粉全产业销售收入约为240亿元 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际国内食品市场屡创奇迹 同时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创造就业岗位30多万个 有分析指出地方特色美食从手工作坊式生产 变成素食化 自动化 标准化 系列化的生产 必须制定相应标准 在食品安全上有更严格的要求 不断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链 那么地方美食要想实现品质化 品牌化 产业化的突围 是否要标准先行呢 像您研究当中宋先生 这个时候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相对更实在一点 还是说我们相关部门也应该出台一些这样的标准 来引导整个的行业的发展 刚才其实是非常赞同张斌的一个观点 参业行业更加需要的是两个字叫活力 首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大家对于正宗的定义 其实我觉得就很难去定义它 比如说我们说如何去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 你就去问他哪的炸酱面最好吃 正宗的北京人一定会说我妈妈做的最好吃 但是这个标准你怎么去确定呢 到底谁的妈妈做的才是最标准的 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很多当地的政府 他其实可能更需要的是说 能够把我当地的一些就业带动起来 就是因为餐饮行业是一个本身入局门槛 相对来讲会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说就像沙县当地会去扶植沙县小吃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同样的其实天津我相信 假设他要去真正去扶植煎并果的这个产业 他同样也能在全国开出几千家门店 我觉得这样去推广自己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